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個電子襯 其實學長已經講過很多電子襯了 但是其實學長刷這個電子襯的時候 我是非常震驚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台電子襯的售價大約是在台幣500多塊左右 那它的功能或說它的使用上面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這件事情本身也讓學長感覺到一些咖啡的一些變化 尤其像前陣子學長也跟大家介紹過 泰模的魚 包括它的使用的手感 設計都很不錯 竟然可以用這麼低的價錢 就讓消費者能夠有溫控湖 其實大家也有一些討論 然後賣的也很好 那這個現象對於學長來說也是有兩個啟發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就是關於沖煮 在家用市場是越來越蓬勃發展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願意在家裡面自己手沖咖啡 或者是煮咖啡用Sion 或是其他器材 這種情況之下這個市場很大 廠商們自然而然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要研發更多更厲害的器材 讓滿足這塊市場 那第二部分就是關於是承接的第一個現象 當這些廠商會發覺說 哇 這個群可開發的消費者 是如此的有消費力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提供更多可供選擇的 譬如說以前的溫共苦也比較貴 現在我選擇一個比較便宜的 那是不是更多人原本沒有那個預算 買溫共苦的人就會買 其他器材也是這樣的 所以當這個市場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消費者也算是很有福音 我可以選擇東西變多 你也可以選擇品牌比較大 然後價錢比較高的 大家可能一些相對的功能也是更棒 也是可能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入門的 而且他也是專業的 這件事情其實未來我相信各位 我們這個咖啡的市場 在我們持續的願意去投入在咖啡的情況之下 這個狀況會越來越顯著 那各位也可以來觀察一下這些新的器材囉 那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開箱的正文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牌叫做Watchgate 這個品牌是一個新品牌 所以可能大家比較不認識 但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以一個大概500塊左右的價位帶來說 它其實已經可以滿足很多消費者的基本功能了 尤其是它也承接了一些咖啡秤 或是說學長喜歡的咖啡秤 它的一些要素 其實它都有catch到 那我覺得如果都能catch到這個價錢真的是滿甜的 希望歸納幾個重點給大家聽一下 第一個部分關於是它的按鈕跟顯示 其實這種顯示現在最近非常的流行 以前那種按鈕式的電子秤現在沒有那麼流行了 我想主要原因在於是說 因為其實咖啡秤它的按鍵要求很高 以及它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水 會容易讓你的按鍵容易有壞掉 所以按鍵上面沒有接縫 事實上來說是可以增加使用者的清潔的方便 還有它的壽命的 所以這是WatchGator它也是選擇的這樣的一個層面 可以看到它的上面的層面是一體成型的 液晶顯示就在正前方 按鈕也是不是實體按鈕 那這樣的設計本身其實很OK 最近消費者也很習慣使用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使用體驗上可以避免就是你使用久以後 上面按鍵會有脫色脫落或是有縫隙 然後造成的清潔以及防水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之下 盡量不要讓我們的水在後面的這些溝槽上面淨水 淨水的話還是有可能會讓你的秤NG死掉的 但是這種設計本身呢 就可以減少在你沖煮過程之中會發生的水 潑到鏡面上導致損壞的問題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覺得是OK的 那第二部分是它的充電 以前比較多的秤是用電池的 WatchGator是用鋰電池充電的 那它的電池有1600毫安培 所以等於說你充一次電呢 每天如果充一次的話大約在三週到四週左右 你才需要再充電 所以確實是非常方便 對消費者來說 基本上你就想到的時候再充電就好 那另外一部分是它的電池顯示 上面有寫電池顯示 所以當你快要沒有電的時候 它會顯示出電池快要沒有電 這時候再拿去充電就好了 所以你也不要不會碰到說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充電的問題 那平常如果它沒有顯示那個電池的話呢 你就不用管它 就正常使用就好 顯示以後呢 你還有一段時間的 可以待命的時間 可以待機的時間 那第三個部分呢 是關於它的功能的簡化 其實功能的簡化呢 對於有些人來說是好事 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功能的不足 譬如說它還沒有設置所謂的自動充足功能 但是呢這個功能本身 有些人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是不太需要的 所以這個就是看人的需求 它就是盡量簡單 它也沒有換單位的功能 它也沒有其他的功能 它就是很簡單就是 重量歸零時間啟動還有歸零這樣子 所以對於消費者來說 簡單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就是專注在你的充足上面是不錯的 那第四部分就是關於它的準確度跟靈敏度 其實我們以前碰到一些秤 它的設計比較不良的情況下 確實它的誤差會蠻大的 而且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在充足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 它可能會有個0.5秒到1秒的延遲 就是我水已經斷水了 但是我的重量呢 卻是0.5秒或1秒之後 它顯示出正確的重量 這個延遲呢 其實對於充足來說的體感非常的不好 因為你就覺得說 我明明就目標40耶 但我都看到40的時候 我斷水其實竟然跑到43 或是45 那你就會覺得說很不準確 那目前呢 WatchGate在準確度跟靈敏度上面是OK的 在對於手衝的玩家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以上幾個點呢 我都覺得 原來500塊600塊左右的價位單 我們已經可以把秤做到這樣的程度 然後消費者用起來呢 在體驗上面都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今天 除了介紹WatchGate這個CP值超高的秤之外 也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未來的趨勢可能會變這樣 介紹完了它的特色之後呢 我們就來實際沖煮一下 那同時呢 學長會用沖煮的過程之中 跟大家來驗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我會先為大家測試一下說 這個側面的五個點 它的準確度 第二部分呢 我會用點滴方向大家看一下 它在很少水氧的時候 能不能正確的顯示 第三部分呢 我會用 最後又給大水 然後讓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延遲的問題 那這三個部分 如果你看完以後覺得 你確實效果都是不錯的 那我們就可以得證 在咖啡沖煮的實際使用上面 應該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囉 那我們就先來進行第一個實驗 那我們一般來說呢 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電子秤呢 它的正中間於四個角 它在秤重的時候呢 即將誤差值要減少啦 那我們一般來說 在0.1公克的誤差值 正負0.1公克的誤差值之間呢 我們都基本上是OK的 那這也對於你的充足體驗呢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多影響 那我們就來做 直接做實驗 好 首先我們現在做正中間 177.1 好 第二個 177.1 第三個 177.1 第四個 177.1 第五個 也是177.1 OK 所以呢大約 這個可以看到它的誤差值 幾乎是沒有太多誤差值啦 那學長大概之前測的時候 有時候呢 它會有在0.1左右 定多0.1上下的移動 所以有時候也是會有一點點 但是呢我們可以想像 基本上呢這個側面的設計上面 它還是足夠精準的 對你的使用體驗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個跟第三個實驗 那首先呢我用點滴法 來測量一下它的靈敏度 好不好OK 那直接按下去 好 然後呢點滴法呢 每一滴 它的CC數呢都很少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呢 來觀察一下這個秤呢 的靈敏度如何 可以看到 我當然低的速度呢 還算是不算特別慢 但是呢我幾乎每一滴呢 它的重量呢都會有 正常的反饋 所以這個回饋呢 越靈敏其實在你沖煮的時候的體驗呢 就會比較舒服 就不會覺得說好像 我給水呢它是慢半拍 所以目前呢我使用起來呢 是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可以跟你的那個沖煮的 的給水狀態呢 是有對稱的 那就比較舒服 好 目前大概50秒 低了 36 好 那我們低1分半就好了 因為重點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它的靈敏度 好 目前的使用的感覺就還不錯 那接下來第二段呢 我待會會給大水 那一路呢給到300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最後我給完水的時候呢 它有沒有延遲的問題 好 差不多1分30秒 60到70cc 算低一點比較快一點點 OK 65.8 好 我們準備給大水 好 正中間 給水 好 水到通了 好 水到通了 好 這一段呢 我們就一路 衝到300 那我們重點還是要觀察一下它的延遲 因為今天主要目的是開箱 好 前面大概呢 灌140到200以後呢 就往外繞圈 因為我是用V60 不是用Kono 所以呢 我就比較可以肆無忌憚的 好 準備300 好 收 OK 好 基本上呢 它的 靈敏度在我收的時候那個瞬間呢 它基本上是停了 大概只有0.1 可能最後一點點的 也不算只有誤差 它是蠻精準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 很放心的在我們看到數字的那個瞬間 收手 剛好看到300剛好收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太多誤差的 那我們實驗完畢了 剛剛三個實驗我都覺得表現得是很好啦 那點滴法則呢 很精準的顯現出每一CC 每一滴它的重量 然後最後呢我在收手的時候呢 基本上也沒有誤差 那這些都會影響各位的充足的使用體驗很多啦 那基本上這個WATCH CAD這個品牌呢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防水啊 Type-C的 鋰電池充電啊 這些都算是 目前電子車裡面都算是比較高標的一個商品啦 CP值真的是不錯的 但是呢當然你說這個價位帶呢 學長能不能找出一些它的缺點呢 我覺得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一些 學長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譬如說 上面的這個 這個 矽膠墊呢 其實有時候學長也不太愛用啦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它比較麻煩 所以各家品牌的我有時候也不常用 但是呢 它在設計上面就一點點不是很完美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下去的時候呢 有一點點沒辦法完全服貼我的層面 所以在使用上面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矮油 如果它能做得更剛好一點點 是不是用起來會更舒服 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點是關於是它的後半部呢 下半部有一個貼紙 是它的品牌貼紙 那裡面呢 有一個凸出來的地方 雖然實際上你平常看也看不到 那你放到 檯面上的時候 你也感覺不到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充足 但是呢 這個貼紙下面就一點凸凸的 說實在的感覺起來呢 是可以更好的部分 如果 如果可以把它修正到平平的 是不是會更舒服呢 那還有另外的部分 就是關於這個充電口的部分 其實如果比較理想的話呢 最好是讓充電口 如果有一個包覆 譬如說有一個小小的矽膠片 能夠把它包覆住 你要充電的時候再把它打開 這樣呢它的功能上面呢 防水的功能一定會更強嘛 那使用說明也會更好 等等等 我覺得都覺得是可以更好的 那當然整體來說呢 這個襯它的功能上面呢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加揮帶 有這些體驗上面都沒有漏掉 以上的一些小瑕疵呢 也是瑕不掩瑜啦 已經可以滿足絕大部分 對充足體驗上面的要求啦 所以學長還是給不錯的分數 OK 那今天關於WatchGate這個 高CP值電子秤的一些功能上面的一些探討呢 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